疫情最嚴重的新北 每天動用3500名志工 接至少6萬通電話 雙北疫情艱困 面對大海嘯 中央宣布放寬居隔政策 同時解除電子圍離 但侯友宜更上重要 很多中央的系統 做法跟不上 昨天取消了電子圍離 也是按照新北市 7天的方式去做處理 10天前早一點做 那我相信民眾的包含 曾經被比較少 向中央政策慢好幾拍 早點做會更好 此外新北宣布 師生快篩羊 學校能比照確診處理 可啟動停課等因應方式 但卻遭陳時中警告 新北市這個用詞 可能要稍微小心 快篩羊就四通確診 到底是確診還是四通 這將來在法律上 會有些爭議 新北市從頭到尾 就是用一個名詞 學生快篩羊 立即啟動校園制止應變作為 至於台北市 先前刪除二十八億防疫用品預算 柯文哲難道是錯估情勢嗎 他反算是太相信中央 如果中央既然都已經信誓旦亂說 他一定會 但我們就是由國家統一分配 我說我錯了什麼你知道 有時候人家講的話 我們不要太相信 當然相信說中央疫苗會買權 中央疫苗有權 他現在去買疫苗沒有必要 再申請十二萬 我們要給他七十三萬 這也不用他買 北市確診破萬 開災節仍照常舉辦 身為首長的柯文哲也照常出席 恐怕成為漏洞 在砲打中央的同時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也引發爭議 記者總報告